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怎么让别人相信你呢 这句话充满了自信和坚定 也体现了七微对于自己的能力和表现的信任 这种自信不仅来源于七微个人的才华和努力 也来自于他对于自己的认知胡了解 他深知自己的实力和潜力 也清楚自己在舞台上的表现如何 因此 他敢于相信自己能够取得好成绩 也敢于承担可能带来的责任和压力 同时 七微的这句话也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自信是成功的关键 在竞争激烈的舞台上 只有拥有足够的自信 才能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赢得观众和评委的认可 而这种自信不仅来自于对自己的信任 还来自于对比赛的认真准备和充分理解 七微的自信和坚定不仅为他个人赢得了荣誉和尊重 也为他的团队树立了榜样 在他的带领下 整个团队可能会更加团结 更加有凝聚力 共同为取得好成绩而努力 七微的这句话不仅是对自己的鼓励和肯定 也是对所有参赛选手的激励和启示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只有拥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 才能走得更远 更高 没迈步的陈力军就说了 自己作为一名乐剧演员 来到这样的大舞台 还有很多需要成长和学习的地方 刘欣不觉得自己拿第一的原因 是认为第一名这个位置太高了 自己有点hold不住 还是拿个差不多的名字就好 最后分数公布的时候 七微都还一直信心满满觉得自己能拿第一 也不知道这是哪来的自信 可能是出舞台带来的原创新曲期 拿了个虚高的282分 排名第二 加上一公舞台觉得自己很矮 谢金燕 蔡文靖搭配的天衣无缝 然后再和蔡文靖来个撩人的舞姿 就觉得自己稳赢了吧 直到大屏幕显示分数的时候 刘欣以196票的高分稳居第一 七微只拿到了168分 和刘欣足足差了28分 这个差距可不算小了 这个时候 七微终于知道心虚俩字杂写了 回到座位时只能通过调侃说 我的脸都被打肿了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刘欣作为成风二团的队长 他的角色确实充满挑战与机遇 作为团队的领导者 他肩负着带领团队在比赛中 取得优异成绩的重任 这不仅需要他具备出色的才艺和表演能力 更需要他拥有卓越的领导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在人员配置上 刘欣的优先选择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这不仅是对他能力的肯定 也是对他智慧的考验 他需要仔细分析每一位队员的特长 性格以及团队的整体需求 从而做出明智的选择 他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团队的整体实力和比赛表现 因此他需要深思熟虑 确保自己的决策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团队的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 刘欣的领导力将得到充分的展现 他需要倾听队员的意见和建议 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 同时也需要坚定自己的决策 带领团队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他的策略眼光也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升 他需要不断分析比赛形式和对手情况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术和策略 确保团队在比赛中能够占据有利地位 刘欣作为成风二团的队长 他的责任重大 但他也拥有展现领导力和策略眼光的机会 他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团队的成绩和表现 因此他需要认真对待每一个选择 确保自己的决策能够为团队带来最大的利益 虽然二宫的八首曲目还未公布 但根据比赛的一般规律和观众 队员们的期待 大部分人都认为刘欣会优先选择一位 唱跳能力者或大Vocal的姐姐 以增强团队的整体实力 这种选择看似理所当然 但刘欣却可能有自己的考虑 刘欣可能更看重的是团队的合作和默契 而不仅仅是个人能力 他可能会选择一个与团队风格相契合 能够融入团队氛围的姐姐 此外 刘欣还可能考虑到团队内部的平衡 选择一位能够弥补团队短板或增强团队多样性的姐姐 总之 刘欣的选择将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团队的需要 个人偏好 与其他队员的关系等 无论他最终选择哪位姐姐 都将是他深思熟虑 权衡力毙后的结果 我们期待刘欣能够带领成风二团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展现出团队的实力和魅力 不过 刘欣能被人猜透就不是刘欣了 果不其然 但他走过去牵走一位姐姐时 毫不犹豫地走向郭碧婷的方向 牵起了郭碧婷的手 这一幕几乎让全场的所有姐姐都目瞪口呆 何杰和万尼达在露出震惊表情后 立马来了一句 拨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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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所有人都非常惊讶刘欣的选择 连郭碧婷本人都还处于一个懵圈的状态 完全没想过自己是会被选择的那个 最后采访时 刘欣终于说出了原因 原来他和郭碧婷的渊源要追溯到2013年上映的小时代 那个时候郭碧婷饰演的南乡有一首角色专属主题曲 名字叫做残忍的缠绵 演唱者就是刘欣 这确实是一段非常微妙且珍贵的缘分 时隔十年 刘欣和郭碧婷在同一个时空 同一个舞台上相遇 这样的巧合不仅令人感慨 也让人对他们之间的情感充满期待 刘欣牵起郭碧婷的手 无疑是一种对这段缘分的真实和肯定 他可能感受到了郭碧婷内心的某种渴望和期待 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释放和挣脱以往的形象 这种细腻的观察和体贴 展现了刘欣对郭碧婷的深深理解和尊重 郭碧婷虽然看起来害羞 但刘欣却能看到他眼中的火光 感受到他内心的热情和力量 这种独特的洞察力 让刘欣更加坚信自己能够帮助郭碧婷展现出他更加真实 更加独特的一面 对于郭碧婷来说 这种来自同行的理解和支持无疑是非常宝贵的 他可能会因为刘欣的鼓励而更加勇敢地面对自己 去尝试和突破以往的形象 展现出更加多元和丰富的自己 这样的缘分和合作 不仅让两位艺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也让观众对他们的未来充满期待 我们期待看到郭碧婷在刘欣的帮助下 展现出更加真实 更加独特的自己 也期待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创造出更多精彩和难忘的时刻 这个解释真的 完全符合小时代李南湘的性格 南湘就是一个美丽大方而腼腆温柔的女生 可在面对与袭城的相爱相杀 还有与姐妹的反目成仇时 整个人的那种硬气和果敢 又是彰显了她多么炽热有力量的内核 这首南湘主题曲的名字就是残忍的缠绵 旋律有点类似于欲可为唱的时间主语 但整体的基调会更悲凉一些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但有点不明白就是一直没怎么火 估计听过的人都不多 现在就是非常期待刘欣慧怎么帮助郭碧婷 实现郭碧婷在唱跳舞台楼外楼里的一个惊喜蜕变 只能拭目以待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